歡迎時間到,登記時間到10點30分 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次長跟署長 這個我要跟兩位請教,其實第一個是國家公園的定位問題 因為我自己在澎湖縣政府曾經工作過 所以南方四島我去過其中三個島 我去的那個是二十幾年前 我去這個西蘇邊的時候,就是西雨坪 那個時候島上大概居民不到十個吧 我印象很深啊,其實那個港口修築的不錯 那縣長當然是做,那時候是做這個 我記得是保七的快艇去的,我跟著縣長去 縣長到那邊的時候啊,島上都是老人啊 然後老人佔兩排,為什麼佔兩排呢? 因為其中一排呢,是這個村長 另外一排呢,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這兩個是死對頭 島上沒有幾個人啊,兩個歐里桑是萬修人 島上呢,有一個警察的據點啊 我記得那時候大概是四位員警在那邊 這四位員警啊,都是犯了錯啊,被放逐到那邊了 被放逐到那邊了,被放逐到那邊了 好,其實我這個是講一個,先做一個開場吧 我要今天要談的是,您剛才講到第九座,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啊,如果根據國家公園法的規定 設立國家公園是為了保護國家特有的自然風景 野生物及史基並供國民的娛樂 好,也就是說我們設置國家公園的地方 其實我們一方面當然是要保護 但一方面呢,希望不要因為去玩的人太多了 我們希望能夠控制 沒有錯吧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國家公園呢 譬如說我們第七座叫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我們的國民哪一個去過? 沒有啊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我們在,我不要說我們的國民,我們在場的委員啊 恐怕去過的很少 我們國人有機會去的更少 人焉罕刺之處啊,如何遇樂 那我們要鼓勵人去遇樂嗎? 也沒有吧 對不對?我們可能比較重要的目的啊 如果我們可以管的 如果我們可以管得到的話 我們可能是要在那個地方要保護 好,那我現在回到我們今天來報告的 這個,這個叫做南方四島 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 現在其實 去遊玩的旅客 其實非常之少 因為交通不方便 你要怎麼去呢? 你從馬公坐快艇到了旺安 要多久你知道嗎? 再四十五分鐘 對不對? 你從旺安或者從將軍 將軍宇啊 要再轉成 現在 不曉得有沒有交通船 現在有交通船嗎? 你沒關係你請說 那交通船是提供那個 萬安鄉公所是提供居民的 對不對? 所以外面是沒有要自己包漁船 要自己包船 你要把從馬公包船去 你要把到了萬安那邊 要包船 萬安是坦白講的 只有漁船可以讓你包啊 那個如果 在夏天坐起來 其實也不是很舒服 而且 如果要去到東極西極 其實很遠 很遠 很遠 要多久 坐漁船大概要多久? 你說從哪裡? 從萬安啦 坐到東極西極 東極西極 東極比比較近 我知道 東極西極大概殺過三十分鐘 大概就可以到 漁船要坐三十分鐘 那包一艘漁船要多少錢? 四千塊 要四千塊 你們有沒有統計過 每一年現在去的遊客 大概有多少人? 目前依照統計大概有四千人左右 每一年 對 去到南方四島 對 去到南方四島 去到南方四島 大概四千人左右 大概四千人 是 所以其實我們看這樣的遊客量 是非常的少 西極大概也 西極大概也沒有辦法讓你去 西極現在是沒有碼頭 所以他上去要搶攤上去 所以沒有辦法讓你上去 因為他已經都千村是無人島 是 對不對 所以 這三個島 現在島上的 現住的人口 加起來 我想大概絕對不超過五十個人 對不對 這三個島加起來 東宿兵 西宿兵 東極 所以其實我們 剛才的報告 重點在什麼地方 在保護人文景觀 在保護它的自然的景觀 在保護海洋資源 其實我們 會鼓勵大家去那邊 娛樂嗎 我覺得其實以現狀來講 如果有心要去研究的人 或者有人想要去那邊看一看 我覺得以現狀 大致上它不太被破壞 應該這樣講沒有錯 它現在大概 最大的垃圾來源是什麼 大概就是在海岸上面 會有那個漁船的那個碰墊 那個保利龍 那個是需要去清 除此之外 其實它沒有什麼破壞 好我們現在 需要去設一個國家公園 要設一個國家公園 如果照國家公園法的精神啊 我們是要去規劃 娛樂設施 我們需要鼓勵人去那邊遊玩嗎 不管是去那邊看它的 人文景觀 或者去看它的玄武言 我們只要安排 鼓勵人 我們當然也要管理 我知道 可是它 要如果這個國家公園 如果照我們設置的目的 它可以成功的話 它所要承載的 這個遊客的量 應該是要超過現在 很多啊 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去成立國家公園呢 可是它明明是一個現在 沒有被破壞的地方 我們要去把它成立一個國家公園 然後去增加它環境的負擔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來來來 次長我要跟您請教的問題 剛剛委員所詢的問題啊 按照這個國家公園管理法裡面的這個目的啊 這個 促進這個居民或者是說國人的這個觀光啊 其實它的這個目的跟風景區管理處是不一樣的 它其實是在保育以及教育的這個前提之下 怎麼樣讓這個啊 就是剛剛委員所講的啊 這個條文裡面提到的是保護 並供國民之娛樂嘛 不是貨嘛 這我目的裡面有一個是我要讓大家去 娛樂這個字可能講起來不好聽 我們去那邊遊企 去那邊欣賞風光 不管是人文是自然 我們當然也希望它能夠不要破壞環境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現實上只要人多了 它一定會造成破壞 所以 環境一定會承載更大的負荷嘛 是 對不對 所以就必須要更有更強 強度更強的這個管理 不不不不不 對不起我打個岔 如果現在的負荷沒有那麼重的話 我為什麼要去增加它的負荷 它為什麼不能是一個自然保護區 它為什麼必須是一個公園 它為什麼必須是國家公園 或是國家自然公園 它為什麼必須要變成我要促進大家的娛樂 我知道澎湖縣政府的用意 對不對 它當然是站在地方政府 它希望能夠增加觀光客嘛 它是希望對地方有交代嘛 即便你這個地方只剩下八個人了 即便你現在人已經那麼少了 35坪現在差不多絕對沒抓到10個人 沒有錯嘛 即便你現在已經沒有人了 我還是要增加你的這個希望能夠 這是我的業績嘛 可是我們站在中央政府 站在內政部會營建署的立場 或是國家公園管理的立場 這個所謂的海洋國家公園 它跟綠島不一樣耶 綠島裡面遊客已經很多了 對不對 它的可親性 其實要比南方四島要高很多 所以我為了要保護這個自由 我是為什麼要設國家公園 我為了保護它 因為遊客太多了 那我現在南方四島不是這樣嘛 它其實沒什麼遊客 它不方便嘛 也沒有人知道嘛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嘛 去到望安的遊客就已經少了 在望安連過夜的遊客都很少 大家去那邊一趟 船在那邊經過一下 下來兩個鐘頭 然後就到七美了 就在摩托車在島上晃一晃 然後就往七美走了 對不對 一般的行程都是這樣嘛 本來在澎湖的遊客 去到南方 去到望安七美 都比去北方的北海的少 那正因為這樣 所以它被破壞的少 正因為這樣 望安的天台山 還是那麼漂亮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 你如果去過望安 去過七美 你要知道說 我們在那邊所規劃的很多啊 譬如說 越里港 七美的越里港 很多地方 其實它做了很多的人工的設施 都破壞了那邊的天然的美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單位在那邊負責 他要有業績 他要做步道 他要做欄杆 他要做涼亭 他要做涼亭 那邊負責 我們都覺得它自然天然景觀 應該要被保護 我為什麼要去設置一個國家公園 然後跟大家講說 這邊很好玩 請大家來玩 我為什麼需要這樣呢 我為什麼不能把這塊 這塊海域 剛才你那個圖片裡面的 包括珊瑚 包括玄武岩 其實在澎湖 不是西漢的景色 在澎湖群島 並不西漢 只是 能夠被保護的不多了 那個珊瑚啊 我問我做九連輝 我做九連輝 這個平衡已經存不多了 那你現在要讓大家去國家公園 大家在那邊去看這個 這個九連輝 看這個珊瑚好漂亮 你要去廣為宣傳 為什麼不能把這個海域 作為保護 或者是工學術研究 它為什麼必須是一個自然公園 你能不能回答 能不能聽一下我的建議 能不能從長記憶 是 我有你的建議啊 部分我們是贊成的 那我回應 簡單回應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不是這個自然保留區 而是一定要是國家公園 這個 那您剛剛也講說 澎湖縣政府的期待 所以這會牽涉到說 這個管理的單位 以及這個權責的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回應就是說 那只是不同單位去管理而已 那是不是 第二點我要回應 說是不是一定要 馬上就開放給這個觀光 其實國家公園的一個用途 就是你要對這個區域 做深入的了解以後 你才能夠知道說 要怎麼樣來開放 怎麼樣才能夠達到教育的功能 達到保護的功能 達到娛樂的功能 所以 所以 還是要 規劃完之後 要開放觀光 但是 沒有錯嘛 否則你就不需要去設置國家公園 我如果不希望 我希望能夠保護 所以你是保護為先 還是 我當然意思也不是說 你要禁止人去上 去去去 有一些無人島是不准登登 去登上去的對不對 是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你要現在就要在那邊去做管制 不准人去玩 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沒有 只是問題是 你有這個必要 讓它變成國家公園 去規劃油氣設施 然後跟大家講說 你既然是國家公園 你就一定會有遊客的壓力 我希望大家都來嘛 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有機會大家來看這麼漂亮的風光 開放是應該是有目的的開放 而不是說希望 是 這我了解 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不是國家公園的時候 它仍然可以被規劃 仍然可以被管理 仍然可以被保護 難道不是這樣嗎 是 這一點是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是國家公園的話 它的一個重要目的 它就是要規劃 我們講的 國家公園管理法的用語叫 它要有娛樂嘛 它要有娛樂的功能嘛 所以應該要重新思考 好不好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主席 不好意思 我的建議是這樣 應該要請啊 行政院 請內政部 要去重新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有一個海洋公園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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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單位是沒有國家公園可以管嘛 現在沒有國家公園可以管 東沙島礁 就是那個東沙環礁 東沙環礁又沒有人去 那個國家公園在那個地方 根本沒有遊客 對不對 那個就坦白講 那不應該是一個國家公園 有很多研究人員 有研究人員 你不是國家公園 他也可以研究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搞錯誌了 國家公園設置的目的嘛 好不好意思 我佔的時間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 這個問題要重新要談 謝謝委員 不是說那個地方 應該被保護 我就必須要去設立一個國家公園 你要知道 設立國家公園 是因為這個地方遊客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去設立一個國家公園的目的 我是要保護他 不要被現有的遊客去破壞 因為遊客量已經太多 我必須要做 那個地方因為蓋了很多的旅館 那個地方因為被破壞了 被這個業者為了要謀利 開始亂蓋房子 所以遊客的量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我必須要去管理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是要被保護的 那是設置國家公園的目的 當你一個沒有人去破壞的地方 你去設置國家公園 那不是很怪嗎 蛤 好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